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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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十七十年 我们上次已经讲到的就是说 这个陀螺现在呢在这边转 那这个呢 是它的H0Menten L 那目前你看到的对这个陀螺来讲 因为他的转动轴基本上面 以陀螺的直心来看待的时候 那这个直心来讲的话呢 他基本上面他是受到了重力的作用 那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你现在这一点是支点的情况之下 那我们R close P 这是R的部分 那我们看到R close F 这是我们的TALK OK 那这个TALK的方向呢 基本上面他是这个方向 没有问题 那只是他不是作用在这个位置 应该是作用在直心的位置 那基本上现在你看到的这个部分的话 就是像我现在这个是陀螺 那这个是陀螺 是这样子的情况 那我们现在我们看到的是 他现在是 这个是他有一个 我一个直心受到的一个力 因为他现在是很大力 而且我们帮忙在这里仔细看 如果是一个小一点的 那就没问题了 那我们看到的是 当你这个陀螺 现在在这边转的时候 那Eggio Momentum 是朝这个方向 OK 那我们现在我们看到的是 当你现在受到的一个TALK 那这个TALK呢 我们看到的这个TALK是什么 这个TALK的大小 是等于R Pose and Z 那换句话说 如果我的西法角 这是我的西法角 那你就可以看到这个等于R 然后 Sendal Mask的位置 然后 就是Sendal Mask的位置 然后MG的反应器 那这个TALK呢 这个是大小的 我把它写成大小 那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这个TALK呢 是用来改变什么 用来改变你的Aggio Momentum OK 那Aggio Momentum 单位时间里面 随着 随着时间的电话 Aggio Momentum 电话就是TALK 那换句话说 如果把我把我的时间 DETA T趋近于0的情况之下 在DETA T时间 这个小范围里面 T加DETA T的Aggio Momentum 减掉原来T时候的Aggio Momentum 那就是那个TALK OK 换句话说 基本上面 这个是Aggio Momentum 这个是Aggio Momentum 的改变量 那Aggio Momentum 的改变量的部分 对不对 那如果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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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进一步来看待的时候 我就可以把 我的 DETA L 写成什么 所以 TALK 乘上 我的Aggio Momentum 的改变量 其实就是 我的Aggio Momentum 的方向 那 换句话说 我 上一瞬间的 T时间的 Aggio Momentum 到 下一瞬间的 Aggio Momentum 它改变就是 我的Aggio Momentum 那 如果 你要再进一步写 就是 T加DETA T T的时候的 Aggio Momentum 就是 TALK的 参量 那 你现在看到了 在T时候的 Aggio Momentum 是这个方向 那 我们看到 T时候的 Aggio Momentum 是这个方向 那你的TALK 呢 TALK是这个方向 对不对 对不对 T时候的 Aggio Momentum 加TALK 就是 你这个项量 加你的TALK 所以 下一瞬间也是 好不好 所以 所以你会发现说 原来本来 在这里转的 在DETA T加 T加DETA T时间的时候 我的Aggio Momentum 跑到这里 跑到这里 然后跑到这里来的时候呢 我又看到 R R F F TALK又是垂直上 然后一样的 我的Aggio Momentum 又是 跟他这个锤子 所以我都跑了 那句话说 你会发现 这个是在这边 对 对 在转动的 那没有问题 只有你写成 我们把它画一个 涂的部分的话 你就会发现 好 假设 这是 T时刻的Aggio Momentum 那你已经知道 你的TALK 是跟你的Aggio Momentum 垂直 所以 我们会发现 我们的TALK 所以 下一瞬间 的Aggio Momentum 把它 用其他眼的 它就跑到这里 那 每一瞬间 这个时候的TALK 又跟它垂直 所以永远你就会改变你的 这个Aggio Momentum 永远受到一个跟 跟现行的Aggio Momentum 垂直的TALK 那 我们就看到 这个LOR 在这边在做旋转 那这个旋转 我们说 它是Aggio Momentum 在旋转的 那 我们看到这个整个旋转呢 是改变多少呢 我把它 做一个 我们说这个角度是CTA角 因为这个角度是CTA OK 所以这个角度是CTA 那你看到的是 你的L的SINE CTA 就是这一个 那我们看到 那我们看到 假设我现在把这个角度 叫做BETA 白角 那你像这样 看到的是 TALK的BETA 基本上面就是本 你这个 这个 这是你的半径 乘上你的角度 就是你的BETA 这是L的SINE CTA 乘上非常大 OK 乘上非常大 好 那我们现在我们看到 DETA Y 除上DETA T 我们就直接看到就是L的SINE CTA 分支CTA 分支CTA 那 我们说 单位时间 DETA Y 的变化 是不是就是 等于 这个转动的速度 就是 就是我们的 那我们看到 那 刚刚我们已经计算出来 TALK 是等于 R 生透Mars 乘上MG 的SINE CTA 然后 L 的SINE CTA 所以 你现在 你很简单 就变成L分支MG 分支MG 分支MG OK 这个就是 我们把这个叫做PICSIS 我们把这个叫做PICSIS 是一个向量 是一个向量 那 虚型呢 也是一个向量 它其实 它的方向是什么 方向是朝上的 Omega P OK 那 我知道Omega P 是一个向量 那 我也知道POC 是一个向量 那 我们现在我们就知道 Omega P 跟L 这个其实是跟POC 有相关的物理一样 那TALK 我们刚刚已经知道了 刚刚已经知道了 L 的Omega P 如果把SINE CTA 写上来 上下 写上SINE CTA 就是我的POC 那 这个像是向量 这是向量 这是向量 然后 L 跟Omega P 的夹角 是CTA角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 把它的向量关系 把它表示出来 这个就是等 Omega P COS 那你现在可以看到 Omega P COS L 就是你的POC Omega 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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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 非常 清楚的 一个POC 的一个 一个 关系 那 这个POC 的关系的部分 的话呢 是你在陀螺里面 常常会看到的 就是 一边旋转 然后一边转 这样子的情况 好 那 这个 也是我们地球 的运动 我们地球就是什么 自转 然后他一边自转 一边对着什么 烙着太阳在公转 对不对 那这个就是我们 这个 地球的一个情况 那 如果你玩过陀螺 没玩过的话 遇到一个民俗村的地方 跟他买个陀螺玩 你会发现陀螺 他转动的时候 除了这种方式转以外 还有一种方式是怎么转 如果他转的慢的时候 他是怎么转 他是这样转一转 就是 好 我把他夸大一点 他是一边转一边点头 如果 如果 我把他的回转半径画出来的时候 他的轨迹是 这是他的转动的部位 他在转 他本身在自转 OK 好 我没打 但是 他的转动转 是一边转 他的轨迹 这个转动手 是变成这样 我们看到这个转动手的轨迹 是一个 HOME OK 是一个圆 但是 现在这个转动手的轨迹 是 一个 一边转 一边再点头的情况 就是 当Omega已经转很慢的时候 你会发现有这种情况 然后慢慢慢慢他就倒下来了 那这个呢 是另外一个 你们 未来在二年级的时候 你会去学到的 就是你的Nutation Precision 我们叫 让动 Precision 我们叫 静动 这样就是不太一样的 一个运动的时候 那这个是 对一个 HOME 的一个情况 那 在海上的 回转部分的话呢 学习 其实 这个陀螺仪的话 是一个定位的方向 那为什么他会是定位呢 原因是 但是 我们说 基本上 一个陀螺仪的话 他如果没有受到怪力的时候 他 他的AQ Momentum 他要Consert 那这个就是 我们接下来要看到的 Consertation AQ Momentum OK 我们刚刚已经看过了 这是一个 非常典型的 AQ Momentum 受到怪力值的作用 那AQ Momentum 可能一个改变 那当 假设这个系统 在一个惯性坐标系统里面 OK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 我们的外力值 是 跟AQ Momentum 对时间的改变 有关系的情况 当 你的外力值是等于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个Eloa 他就要Consert 那我们常常会碰到 这种情况 最典型的例子 最典型的例子 就是 你们看到的 六兵的 花式六兵的选手 OK 你看到一个花式六兵的选手 然后 你看到他在流兵的过程当中 那他的AQ Momentum 是不是 因为他在转动 对不对 那我们可以看到 他完全没有受到任何的外力值 因为他是直的 我在这边转的时候 我在这边转的时候 我没有受到外力值 因为我的 一个人的这个 Central Mass 大概就是在你的股脂的位置 你可以看到 我的重力跟我的支点是什么 在同一条线上面 所以我没有外力值的部分 当他没有受到外力值的作用的时候 我的AQ Momentum 要Consert的情况之下 那我的AQ Momentum 其实我可以写上I乘上Omega I就是什么 就是我的转动观量 对不对 转动观量就相当于你什么 所有质点的分布情况 OK 所以 你会发现 当你的I1 乘上Omega1 跟你I2乘上Omega2 或者甚至于你把你的手 全部抱起来 全部抱起来 这两个 I1 跟I2 它是 I2是比较大 I1比较小 所以同样的情况 Omega1跟Omega2 它就是不一样的这个转动速度 所以你就看到了 所以你就看到了 你一个溜冰写手的话 当你把你的手 分进来的时候 它是会转的什么 很快很快 然后你要当它底下 你就把手 把它张开来 Omega2 变小 这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典型的 一个Conservational Equimomentum的例子 到这里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那不只Equimomentum 这个溜冰是一个Conservational Equimomentum的例子 你在看那个空中灰冷 也是一样 看花式跳水 也是一样的 花式跳水 你会看到 人跳下来的时候 它是怎么样 旋手跳下来的时候 它一定是什么 整个人 这个 头 身体 脚 对不对 然后 它要开始做什么 挤滚光的时候 它会把什么 整个身体 手脚 全部 挤在一起 变得像一团球一样 为什么 为什么要这样做 就是它要 把它的Equimomentum 的I 变小 你才可以 让你在这个短的 接近水面的时间里面 这边做非常多次的旋转 然后落水 三滚 二滚 就在这个地方 Ome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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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大 OK Omega 大的部分的话 你这每一短的周期 就会变小 二π 除以Ti 所以其实 这个花式跳水的部分的话 你绝对不会在这里 还是什么 把你自己身体都摆得平平的 然后已经跳不了 脸一滚都翻不了 好 这是 这几个 一个例子 那再来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你怎么样证明你的Equimomentum 会讨设的情况呢 有没有同学愿意来试一下 这里面就可以做花式溜冰了 没有自愿的同学 好 鼓掌欢迎你们一下 来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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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一位被推挤了 来来来 来来 要唱歌 他想唱歌 唱歌 唱歌 我没想不错 他特定弄了一个雅银 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 来 然后突然在这个 放上去 站稳哦 我没有张银啊 我没有张银啊 手要张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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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你要慢一点 不能太快 对 好拉 好拉 慢慢的 对 慢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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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去哪 没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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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 你只是玩没完 那我们再试一下哦 这其实自己是最清楚的 如果你是这个人 最清楚 是 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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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看到 他 出进来 其实他的转动速度是变快的 他自己都有一点平衡 好 谢谢 好 谢谢 好 谢谢 我们要来愿意再试一次 试一次 另外一个 薛老师 好 小容易 好 哦 好 哦 小心 化 好 只能放在 是 是 呃 你會看到我的帽子才走的 你會看到我的帽子才走的 是表演者自己的事情 我現在在轉 我要把我這個轉動往上停 看起來是我好像不會摧毀之力 我是已經在死裡了 為什麼 你有沒有看到 他在轉邊邊去 我再用快一點 我沒有辦法 沒有看到 沒有 不是穩定的 再來一次 沒有 還有再受力啊 不是我 OK 基本上 當我要把我的 原來 AQ Momentum是哪一個方向 這個方向對不對 現在我要把我的AQ Momentum 改變成這個方向 那我需要TALK啊 我的TALK應該哪個方向 向上 原來的AQ Momentum 在這裡 我要把它往上擠 我的TALK應該 在哪個方向 上 後股的方向 從這裡 變成這個 後股哪個方向 向上對不對 TALK TALK是向上對不對 你要怎麼拿到一個向上的TALK 你的支點在這裡 你要怎麼拿到一個向上的TALK R Close完了以後要是向上 追我的手力是這個方向 OK 捷 angle 他必須要瘦一個這個力 但是我現在身體我要平衡 會有一種反作用力過來 對我的身體 所以你會看到 我用它換你 是 像貓 설명 哇 你在看嗎 受力了 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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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到 拍照 拍照 持攌 拍照 燃 這就是一個 整個小中央在改變的一個非常典型的一個例子 那這個例子其實是 你們常常會碰到的 我常常在外面看到有很多同學在那邊玩那個甩火 火圈那個 然後那兩根繩子在那邊甩 對不對 你們的學長表演給你們看 你們未來會表演給你們的學弟妹看 OK 那基本上面 我們說你可以中間用一個空心的 然後兩端 然後懸掛一個球在兩端 那我現在呢 我其實是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我就是 讓這個這一端的枕子呢 擺出去了 然後 它是一個Omega 然後 它是一個Omega 是一個例子給他 那這個例子給他的時候呢 這個系統 從延南R1 它凸子 變成R2 所以 被這整個系統來講 我說 所以 被這整個系統來講 從R1 變成R2 這樣的一個系統來講的話 那 我就試這個例子 這個例子 對它做的風是多少 我的問題 很簡單 我們可以看到的是 首先 第一件事情 這個Force 雖然我有外力 但是 我沒有外力 因為 我的Force是什麼 剛好是 剛好是沿著我的腳動走 所以 我沒有外力 在沒有外力的情況下 那 我的Eggio Momentum就擱射 只是第一個 你必須要缺略等這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是什麼呢 好 那你既然Eggio Momentum 擱射 R1 的Omega 1 就要等於R2 的Omega 2 也就是 你還沒有 失利之前的Eggio Momentum 要等於 失利以後的Eggio Momentum 那 失利之前的Eggio Momentum I1 的部分呢 是N R1 的平方 那 失利以後的Eggio Momentum 是N R2 的平方 所以 你會發現說 你必須要讓它相等的情況之下的話 Omega 2 就等於 R2 分之 R1 所以 你知道 其實的角速度跟落角速度之間的一個關係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整個系統 並沒有 並沒有改變它的位能 只改變了它的動能 那 Initial 的動能是多少 Initial 的動能就是 I1 的 Omega 1 OK Planar 的動能呢 是 2 分之 1 的 I2 的 Omega 2 所以 你馬上可以非常清楚看到 2 分之 1 的 I1 I1 是等於 M R1 的平方 Omega 1 的 Omega 2 I2 是 2 分之 1 的 N R2 的平方的 Omega 2 那 你就可以把這兩個相解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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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正的動能的改變量 那 這個動能的改變量 那 這個動能的改變量 那 這個動能的改變量 就是 R1 的平方 所以 我們看到了 R1 的 R1 平方 所以 你消掉一個 然後 Omega 1 的平方 我這邊還剩下 R2 R1 的平方 那 這個動能的改變量 那 就是 你這個 Pose 對這個時動動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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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B1 F OK 所以 你就可以看到就是說 OK 很明顯的 你施的力的大小 跟你拉的距離是有關係的 才能夠 你達到 你拉的距離 施力大小 如果固定 拉的距離越大的時候 那你這個地方 你讓它改變的這個 欸 因為我們很 這個半徑也真的會改變 對 那這也是一個典型的一個